詩子山下有間麵包店 貼滿街坊寫上的打氣字句 盡顯對小店的不捨之情 日籍師傅九夏先生80年代來香港 7年前在天馬院開麵包店 一直堅持做健康麵包 而且款式多變 深得街坊歡心 不過業主突然加租雙倍 小店無奈將於21日結業 九夏先生一有時間就會走出舖外看留言 由街坊專程寫上日文字句 他有時都會看到眼濕濕 天馬院商場人去樓空 麵包家獲好心人邀請 將會在九龍城繼續與街坊麵包園 找太陽花邊 搬浪生 Wisconsin